我是張智善 我是在史前館的展示教育組工作 那為什麼會投入所謂的環境教育這一塊 最主要跟我過去的學習背景有關 那我是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畢業 那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對於自然環境有一種 當時年輕的話應該算是一種非常的狂熱 我們在大學時候就組成了自然保育社 然後像這樣的對自然的熱情一直延續到 我後來投入職場的工作中都一直沒有忘記 所以我在選擇我的職業的時候 基本上都還是會跟自然相關 那我曾經是在台北植物園工作 後來我到福山植物園工作 那後來又換了一個工作是在台北市立動物園 那最後是來到台東這邊在博物館工作 我其實突然間發現我對於 我可能過去我可能自己沒有意識到基本上我的所有的工作都跟自然環境 跟這些都相關 那只是後來我踏入這個人類學博物館之後 我覺得受到了很大的啟發 因為我發現人為的環境會讓我們對於我們的生命 有多一半的認識 那過去呢 我算是那個狂熱的自然愛好之後 基本上認識很多的鳥類 聽到鳥的叫聲聽到青蛙的叫聲 我都知道它是哪一種 可是我不太會跟人溝通 後來我發現到來到台東之後 我碰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 還有原住民的朋友 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很多 我過去我一直想要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城市中就是找不到的東西 都在華東這邊找到 所以應該說來到華東的生活 拓展了我另外一半的事業 然後當然我對於環境的人一直都沒有改變 所以當我在這個工作 如果來到使錢館工作 要推動環境教育的時候 我算是全心全力的投入 而且也希望能夠讓使錢館這樣特殊的一個條件下面 能夠發揮它更大的能量 尤其是像我們博物館是在台東 是在台灣東部唯一的國立博物館 所以我覺得要應用這樣的資源 跟力量 然後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也是推動了今天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研討會 應該說工作坊 那我今天大家會講的是時間館跟環境教育的關係 有關於它的特色跟成效 然後再來我會講一下我們的心願 第一個是 因為大家可能有些來賓是第一次來 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 還是說一下我們樓館的歷程 我們時間館的籌建 源自於北南移植的搶救發掘 就是在要蓋那個新的台東火車站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古代的死板關 所以我們台大的宋文勳老師就發起了搶救挖掘 這樣的搶救的挖掘歷經了很多很多年 然後最後面我們想要把這些文物保存再丟在台東 所以有一個之前博物館的籌備的構想就產生了 所以我們是在79年的2月1日成立 然後在2002年的8月17號正式開館 我們建築基地是在康樂車站的南側大概10公頃 那這邊我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沒有在那個椅子上面蓋活物館 事實上我們是在火車站那邊 可是為了要保存地下的椅子 我們未來還要保留它 我們不知道下面還有什麼 我們要保留這樣的精華 所以我們就移到了旁邊來蓋 然後在原來的椅子地方成立了一個椅子公園 那這樣的椅子是很特別的 我們大概是在2001年的市運 在2002年的8月17號正式開館 那我們的位置大概從這幾張圖可以看到 主要是由 目前為止是有兩個 一個是非難文化公園 那一個是在我們期間 就是有兩個場域 我們這兩個場域都有得到認證 那再來就要講一下環境交易 跟一般交易的不同 那基本上 主要是要創造一種教育的環境 強調的跟環境的關係的一種教育的過程 那我們需要建構的就是 需要喚醒大家對於倫理 對於知識態度技能跟價值觀的一些喚醒 那我們最主要希望的是一個觀念的成定跟價值的行程 那我要說明一下為什麼說是觀念的成定跟價值的行程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受到的教育 基本上就是都會有一個標準答案 可是環境交易並不是要告訴你什麼東西是標準答案 它反而是讓你在這個過程中去思考說你到底在意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子想 然後你能夠形成你自己的一個態度的選擇 那你如果選擇這樣態度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改變它 或者朝向 讓它能夠朝向你想要的方式前進 那如果你要這樣子前進的話 你不可能只是知道說 或決定我要做 所以你一定還要有一些知識 有一些技巧跟一些行動才能夠改變它 所以我們目的是在發展 你看瞭解種子介於人類文化跟生物之間的環境的對待 就是一種新的倫敏 那我們一般來說博物館是屬於非正規的教育 那環境教育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非正規教育的一環 那最主要環境教育最大的定義 就是說如果說有考試的ABC的話 基本上環境教育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關於環境的教育 第二個是從環境中的進行教育 第三個是為環境而教育 所以最主要就是三個部分 那最主要的內涵 這邊我很快的講一下 主要是有意識 知識與理解 態度跟技巧跟參與 那這個我一意說明 第一個意識到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如果你的小學生每天上學 你可以觀察你從上學的路徑中會看到什麼東西 那有的人就沒有感覺 可是有些人就經過了 會覺得說 我經過了水溝很臭 或者是經過了某一條街 他會覺得我什麼地上都是垃圾 所以最主要你要對這個環境有感覺 所以最主要你要意識到說 你這個環境中產生了什麼問題 第二個呢就是知識跟理解 就是說你要知道說 你產經環境中產生了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例如說 最近的一個就是 我舉個例子就是 台東的風化爐到底要不要重新起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不可能是說 你喜歡或不喜歡 就來決定它要不要起 所以你要知道它背後的知識是什麼 你要蒐集相關的知識 相關的材料才能夠做你後續的價值的判斷 那例如說 以台東風化爐這個例子來說 我是覺得 起爐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那第一個是 過去它為什麼不起爐 它不起爐的原因是什麼 那它不起爐的這些因素消失了嗎 那不起爐可能是因為垃圾量不足 那現在我們垃圾量就足夠了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不起爐另外一個問題 譬如說真的我們燒了之後 台東就沒有垃圾了嗎 那燒下來的那些抵渣 或者廢氣更毒的那些物質 要買去哪裡 是不是我們真的起爐了 就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這些都需要一些知識 而不是說 用一個感官來決定說 你到底喜歡不喜歡 所以當你決定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一個態度的選擇 說我覺得我不贊成起爐 因為我覺得還要抵渣這些問題要處理 然後垃圾減量可以達成的 為什麼我們不垃圾減量 然後還說如果現在燒起來的話 是不是要從外縣市搬垃圾進來燒 這樣是有解決了我們現在的問題嗎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一個態度 來決定說你到底要不要支持 那再來就是技巧 就是 那我們是不是要有一些行動 或者來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倡議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減量 就達成我們這些環境的 我們減量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要用一些遊說的方式 讓更多人喚醒大家對這樣的知識的認識 或者是採取他的行動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參與 參與的話就希望是有一些環境的行動經驗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環境教育希望的 就是我們希望進行的一個教育之後 它能夠產生一些行動 我不是說這只是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環境教育 我是覺得環境教育是一個立體的 它是一個一套的一貫性的一個教育的內涵 所以我在推動它的時候 我們會能夠用一些學理 用一些知識讓大家能夠最後希望大家能夠採取行動 那我們再來就介紹一下 我們在時間關 可以做的那些所謂環境教育的資源是什麼 那最主要博物館 博物館最多就是展示廳 那展示廳最主要我們博物館 應該說是三大主題 但是有五個廳 第一是台灣自然史 第二是人類的演化 再來是台灣史前史 然後科學、道路學 跟台灣南島民主 好這就是我們展廳的概況 我們明天下午會有一個tour 帶大家去看我們展廳的現況 再來一個是人類的演化 這是另外一個就是景觀公園 我們後面有一個很大的景觀公園 它有一些配置 那這些就是展示廳的位置 那還有一個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教育資源中心 然後這是視聽中心 然後我們有不同的教室 做影片的備案 都可以進行各式這樣的環境教育 那第一個是治安史 其實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 我們博物館的一些族軸 最常我 我的很多朋友知道我到博物館的工作之後 第一個就是說 博物館跟森林系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是森林系畢業 那可是事實上 我就會跟他們說 因為史前博物館 不是只有死人骨頭 只有靠谷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從講的故事 是從環境開始講 所以我在這個博物館的存在 負責的工作 主要就是做台灣自然史展示廳 當然我另外還會做一些測試 那這樣的展示廳 這展示廳很有趣 就是說我們用三個聽 三個block來說明的故事 第一個是台灣的誕生 就是用台灣誕生 那最主要講的是那個 台灣從海裡面 被擠壓推進上來的一個過程 那第二個講的是兵期 就是台灣曾經跟大陸相連的歷史 也說明了為什麼 這個第二個是為了要說明第三個 叫做新世代的展示史 台灣為什麼有那麼多繽紛的生命 就是因為曾經有過去複雜的歷史 包括跟大陸的交流 那個兵期的時候 那個陸橋出現 海平面下降陸橋出現 然後動物就可以潛行 然後後來海進之後 整個海峽形成 那動物又隔絕 它有很多演化的歷史 所以台灣是有一個創造兵分生命的條件 第二個就是台灣史前史 那在參觀動物上 它是在我們的地下室 那我為什麼要放在地下室 這設計師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讓你想像到說 我們是要考古 所以我們會從地面慢慢的往下走 那我們 台灣史前史 其實我們非常精彩的一個展示 那基本上 講了很多很多 我們大家不知道 因為大家想像中的台灣歷史 是400 可是史前的歷史很少人知道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講的是一個八仙洞 就是台灣最早的史前人類的一個發現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講我們的生計 就是說你入台北園還是一個湖 然後以前的人類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我們就算沒有成立所謂的環境教育 基本上我們展示的都還是跟環境相關的厲害 所以基本上我們博物館是最適合來進行環境教育的場合 利用我們的展示的材料 其實是都能夠說很多的環境的故事 那再來就是台灣南島民族 台灣南島民族 也就是台灣原住民的展示 在我們的二樓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博物館的台灣南島民族展示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迷惑 因為第一次迷惑的感覺是 他為什麼沒有按照那個酒族 當時我那時候知道的是酒的族群 為什麼沒有按照酒族來排呢 因為我們自己是學植物分類嘛 分類學最快的就是把東西分門別類 然後一一說明 那我們博物館的不是這樣子喔 不是說阿美族你就想像中阿美族應該有固定的穿著 固定的服飾 固定的一個體套系統 然後你走到下一個族 布農族 布農族會有布農族的衣服啊 食衣助洗這樣 我們不是這樣子展示 那我到很多年才發現 這樣不展示反而是好事 第一個 本來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多樣多元 而且它是不斷的在變化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個刻板的印象說 台灣族就應該是穿這樣的衣服 男生就是穿這樣 然後他們吃的食物就是什麼樣子 我們反而是打散開來 用介紹台灣的半島民族的各式樣 例如說可能講的是生計 阿美族講的是兩性的關係 然後布農族講的是精靈的觀念 然後悲難族講的是階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它有助於我們認識真正的南島民族的文化 而不是九族文化村的就是拍胎站 或者是分別類的展示的手法 這是我們國務館 我也覺得 屁龍國務館感到很驕傲的地方 我們用的是一個 不要用加強刻板印象的方式 那當然這對於我們進行環境教育上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要進行台灣南島民族的教案 環境教育的教案 它反而是非常的複雜 而且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在教案的產出上面 台灣南島民族的教案產生是比較慢的 另外一個就是科學的考古學 就是說事實上講的是考古學 雖然是好像是放在人類學習 但是事實上它還有很多很多的科學的銀行 我們有一個展示品專門出這樣的故事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叫做這個中心 那這是一個友善附近社區的一個中心 這個場域是不用滿門票 而且它在寒暑假是天天開放 然後學期期間是每週三 和六是開放 讓附近的一種跟老師 能夠尋找自己的教育一種 那我想我們的 其實我們的環境教育的融資業務 是會放在這個教育資源中心裡面 逼你去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景觀公園 講景觀公園就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有後面有一個 大家如果是我這個年紀應該就知道 那個小甜甜的那個 當然是在花園 我們那個花園的格局就是 非常的好公司對稱 可是事實上如果說 真的去看它的設計的話 它其實有很多的遺憾放在裡面 第一個 因為我們是史前館 所以它在選這些植物的時候 都有特別的選擇 那第一個是 我們公園有很多的書鐵跟銀杏 還有一些台灣油山 那這些東西是代表什麼 其實代表是一種考古的遺憾 因為其實銀杏喔 是屬於古生物的 就是在以前出現 很早就出現在世界上 而且當然長到現在都沒有變化 所以我們雖然是在熱帶的台東 可是我們還是種了銀杏 要講的就是這個 跟史前相關的一個植栽喔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種一些台灣的原生植物 像說台灣山皮帕 這樣的東西 那還有一些 軟毛氏 那這些其實都是 台灣原住民會使用的一些植物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會種很多幼鳥的植物喔 岩石雷雷或台灣原生種 像說那個 台灣梭羅牧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 主要點的就是台灣的自然 所以說其實是一個公園 可是我們在設計上 都還是放了很多 多重的意涵在裡面 所以我們實際也可以 利用這個來進行一些環境教育 那我曾經想過 我們公園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公園家經會介紹 我稍微講講 公園有一個很厲害的活動 叫做夜間觀察 夜間觀察 所以我在做我們這個所謂的 本管的環境教育的時候 我也想要去發展看看 有沒有可能做夜間觀察的活動 所以我有一天 應該是六月份的一個晚上 我就約了一個 兩棲爬蟲類的專家 跟我一起去逛我們這個公園 結果很不幸的 整個晚上我只看到一隻小魚蛙 就是說沒有其他生物 就是可能我們的管理強度太強了 所以其實公園的那個晚上並不熱鬧 也是在那個 在非常化公園 晚上應該會看到很多的蛇 蕭蟲蟲 和這些 夜間生活的生物 所以我們完全不懂 後來 疑似我們這邊發展的環境教育 就會跟公園不太一樣 接下來要講一下我們 執行的環境教育的 有哪些特色跟成效 然後這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跟其他都會區的博物館不同 就是我們其實就在原住民的生活圈之中 我們周邊有達魯馬克 有星圓 有南王 然後再次區有馬蘭 然後還有 還有W這些 然後周邊還有建合資本 大大地固 其實都在我們這個周邊 所以我們除了博物館的典場研究 展示教育的空空服務院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跟所謂的柯博館 或跟台國不太一樣的 我們能夠發展於周邊 原住民社群的互動關係 那相對來說是容易的 雖然他們也很努力的在做 可是因為我們這好像是我們鄰居一樣 所以我們在做這樣的事情 就比較輕鬆 而且比較容易 那我就我們跟這些周邊的原住民族的部落 什麼不懂 包括我們會做哪些事 包括課長 還有我們會協助他們做文化附贈 然後我們協助部落做教育跟培林 然後協助部落發生跟發展 然後再進行相關的環境教育 那以課長來說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覺得很驕傲的一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辦特長 跟周邊的部落做特長 我們不是介紹他們的實力住行而已 我們會做一些特別有意涵的 例如說從山以桿恩 加拉園村莫拉克風災週年會顧特長 這應該是10年前的事 2009 2009的巴巴風災10年 那整個加拉園村就碰到很嚴重的災害 然後我們博物館在第一時間就有進去原鄉 可是這不是我的經驗 是我同事的經驗 我稍微轉述一下他們的經驗 他們進到部落之後 其實也不知道博物館能夠在一個災難後的社區做什麼 所以他們能夠做的就是陪伴 他們就是陪伴 就是說可能替他們帶小朋友 我們每個禮拜三下午呢 就有老師去我們博物館派同仁 去到那邊的學校去教他們 陪他們畫畫 或者做一些藝術的活動 那這樣的陪伴其實後來就發現到 我們好像也沒辦法 我們今天不能扛 扛不起東西 然後也沒辦法做太多的事情 我們就是陪他們的小朋友 可是這樣的小朋友 後來村民就跟我們說 謝謝他們 因為他們正在忙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 照顧小孩子的心靈 或小孩子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陪伴 反而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幫忙 那最後我們在一周年 就做了一個重生一個 兒童的繪畫做了一個特展 那另外一個 我們對於台東園住民是串聯的 我說一下 我也做了一個澳洲的訊息幫的特展 就是澳洲的原住民 要跟台灣的原住民做一些串聯 那他們都做了一個訊息幫 這也是一個 當要做這樣的特展 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史前文化博物館 因為我們具有一些能量 跟周邊的部落有合作 然後去串聯一個藝術 那再來就是一些 我自己也是覺得很特別的特展 像說飛舞的勇士 所以主要講的是達魯馬克的故事 但是故事有什麼特別的呢 大家知道就是 嗯 大家在想說 我們在做部落特展的時候 第一個是部落的主題 部落想要說什麼故事 如果想展現 介紹給別人說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或者我們是什麼樣的生活 那可是 就是 進到博物館展示不可能 只是說 把我們部落的生活 直接一堆就搬到博物館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提煉 跟訪談 跟萃群 我們就發現到 他們有一個精神 那個是喪娜 喪娜就是以前 前部落的那個救 應該就是 疾難救助隊 就是 他們要非常的勇敢 比如說 如果有了部落發生火災 或者是水災 這些勇士呢 就是要繼續救災 或者是暴訓 就是說去告訴別人 哪邊發生 或者是暴訓 告訴說 這部落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把這個精神 重新挖掘出來 我們發現到 雖然盧凱祖是一個 有階級的社會 可是他們對於 這個勇士 有特定的一些影響 他們能夠 受影勇士一些 獨特的一些特許 特許的一些權利 所以他們也會崇散 我也後來發現到 在台東地區很特別 說 基本上 這些部落都好喜歡 跑馬拉松 就是 為什麼 因為這其實有一種 隱約的傳統 就是說暴訓 就是要跑得 飛毛腿 跑得快 才能夠去暴訓 那甚至這個 我們在做這個 飛舞的勇士的時候 有 反而他有一個期勞 就是說 他可以 從台東 一天就跑到屏東去 大概中間只停了一個晚上 就跑去暴訓 做家裡有什麼事情 我們都很難以想像 以我們現在來的體力 所以 尚愛已經 推崇了一種 新的部落的精神 那另外一個就是 重返水時度 齊美部落的特展 那這個特展有什麼特別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個脈絡 就是說 在2014年的時候 剛好齊美部落 就是那個 相關所就 換其他的鄉長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 部落文物館的管員 要換掉這樣子 而且 部落會覺得 這個文物館 明明就是我們部落 自己經營的 為什麼你一進來 就要去決定 我們這個部落的人事群 所以 他們就發覺 因為那個文物館 部落的東西 都是他們部落自己 策劃跟捐贈展出的 所以他們就決定 跟鄉公所 採取了不合作的方式 讓他們就是要把東西收走 然後 收走去哪裡呢 我們部落 也 我們部落參與了一部分 所以是 讓他們搬到我們部落 做了一個 講他們部落故事的特質 所以其實 雖然我們是 在體質內 可是我們有時候 還是希望能夠選擇 跟部落做一些 對的事情 或者發揚對的價值 那再來就是 文化附贈的部分 這邊舉的例子就是 泰雅傳統服製的重製 然後再來就是 打字成績這件事 那這張照片 這個是尤馬的大陸 那其實 泰雅服製重製是這樣 其實我們會發現 那博物館的物件呢 從各地收集過來的時候 是不同家戶 就是說有些人 上衣是這個阿夾的 然後褲子是贏 另外一家的一戶的 所以 其實我們收過來的時候 我們不太清楚 他的脈絡 那甚至有時候是放錯 就是尤馬達人說 一個故事說 他的阿嬤去那個 動員院 還是哪一個博物館 我先 先引貨 我也不知道他證實 他發現到有人穿錯了 就是把綁腿變成胸兜 把綁腿變成胸兜 所以 就突然意識到說 其實 博物館 就算是在博物館的展示 也有可能是錯誤的 傳遞的不同的指示 所以我們要做的 就是一個重製的計畫 那重製的時候 首先要嘲諾的是材料 材料 那以前是用那個 車取背做的背竹 可是現在車取背 是一個受保護的東西 那我們 我們要如何取的材料 還是我們就用替代品 用以下新人精神 那第二個是尺寸 就是我剛才說的 摩甲跟摩椅的褲子 上衣是摩甲 褲子是摩椅 他如果穿在同一個人身上 所以我們在重製的時候 就是要讓他穿在同一個人身上 所以尺寸 之後我們就出版了這個 泰雅 重現泰雅這本圖 那裡面做的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是做泰雅拔曲 那個薩德克跟泰雅的組 還沒有通知去時候出版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出版 然後另外一個 後續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帶著尤媽 去東京的博物館 去看這間 因為很多珍貴的原住民文物 是流流到日本的博物館 結果我們去看了之後 我們幾個同事就一起 尤媽達路就是一件畫圖 然後另外同事放軍委 就是量測他的尺寸 那我是負責拍細節 尤媽達路說 這個地方 正面反面都要拍 我就拍細節 然後第四個是 大哥就是 大哥就是拍整件衣 那我們就最後面就是 最後面這個就是 重製出來的結果 我們去博物館 看了之後 重製出來的結果 然後另外一個有趣的緣分 就是說我們帶著尤媽他們去 那個東京的時候 我們就去拜訪了一個先生 叫做炎佐嘉青 炎佐嘉先生 他看到了我們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他決定要把他一生 所有在太平洋的收藏 全部捐給我們 就是後來我們 我們就把他的收藏東西 裡面大概有兩百多間的樹皮布 我就把他整理成旁邊那棟 那棟出榜 就是打樹成林 就是 所以其實 看起來沒有不相關 實際上都是 連在一起的原故事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會做一個七年藝術節 七年藝術節主要做的就是 國務館跟很多所謂的季質學校 像說觀山工商或者是 合作 一些原住民園藝班的同學合作 我們會做一些文化或概念的介紹 就是我們介入他們課程的時候 我們進去幫他們上 有關於他們文化的東西 因為季質的老師他可能會雕刻 可是他不見得會說文化的故事 或者說季質老師很會懶負 很會教他們蠟懶 可是 至於要蠟懶什麼題材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題材 他們是沒有所知的 反而是需要我們國務館文化面的加入 所以我們都有個每一年 然後後來我們這些課程最後 都會在我們國務館做一個展現 就是讓他們的作品能夠在我們的國務館展出 而且他們的樂舞班的同學 就可以再選一天到我們國務館來告 就是互相觀摩 那再來一個就是青少年報導 這是跟吳朗基議員 最主要是我們要讓不同的族群接觸 就是說把都市的小孩帶到部落 認識部落 可是這個認識的部落不是我們國務館去介紹 我們希望在地的社區 在地的部落能夠派出他們的青年人 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告訴他們說 我們部落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雙向的 國務館只是一個平台 那這裡面照片是跟達羅馬克合作的 還有我們跟富邦基金會 跟達羅馬克跟新元部落跟杜蘭部落 還有那些合作 就是我們合作還有卡達地部這些合作都非常的愉快 而且我們會覺得都帶給 不管是雙方 不管是都市來的青年 還是這些部落的青年 他們都更能夠更驕傲的展現自己 那我們另外一個是會做一個 在公園有做過 國悲男族傳統教育的反民主植物展示 那這部分都是在公園進行的 那個嘉靖會做更詳細的 那包括做到我們國務館種小米這件事變得特別 還有就是形成了一個繪本 用他們傳統的故事 花了一學年的時間去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其實我們的環境教育的工作做得非常的扎實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這邊都是利用國務館長野進行環境教育 那再來也我們推動環境教育不是自己高興 或者因為我們國務館有資源就做 我們還會跟不同的夥伴結盟 那譬如說包括東環處的小野流 還有史前博館 包括我們本館跟北郎的共有 還有永安社區 還有資本自然教育中心 還有台東線環境教育中心 這些都是我們的夥伴 是聯盟 那我們洪四就是說 我們另外會有一些合作的夥伴 包括東華大學 還有台東大學 還有一個國小的環境教育系統 都是跟我們合作的奪向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台東做環境教育 不需要當打獨鬥 我們有一群夥伴 能夠適時的提供協助資源跟諮詢 所以團結力量大 我們一加一都大於二 那再來要說明我們 博物館到底 會用很教育的成果跟效率是什麼呢 那第一個就當然很 很直接的就是說 史前館最多做的就是 讓我們就是補助遊覽車 讓學校能夠偏向的小朋友 來到博物館進行教學 大家知道其實 這邊的偏鄉來說 不見的是偏鄉 這邊來說 小朋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資源 能夠到外縣市 所以我們變成 如果讓他們來博物館 通常我們都是會申請補助版 讓他們能補助他們的軟車 我們可以看到 在107年的時候 人數暴增到 大概有3000人左右 我們的影響力就是這樣 而且像我記得 我辦過一個叫做 潔能減碳的特產 那個特產就是 科技部的補助 大概有百萬左右 所以那個黨特產幾乎讓 台東縣所有的學校 全部到我們博物館參觀過一堆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博物館在這個方面 依助了很多的所謂的 學校教育跟 補充學校教育的那些功能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平台會 平台說的那些夥伴 我們每季會 會召開平台會議 然後再來我們會做 一起合作一些提案 但今年環保局 就做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提案 就是那個環保檢數 愛台東的嘉年華 我們在糖廠辦了一個 一起合作 辦了一場那個檢數的活動 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一整天的活動 最後面收到垃圾不到半包 這個是我們台東非常驕傲的 我們就是 基本上在台東辦活動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提倡 減速這個東西 還有很多可愛的店家 能夠協助 包括台東環保局 提供我們很多資源 我們一起來辦這樣的環境交易嘉年華 那再來是環境交易的那個夏令儀 夏令儀大家如果有拜過隊就知道 如果叫一個單位辦一個 三天四天的夏令儀的話 大概那個工作人員會累貪累貨 也是因為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聯盟用五個單位 我們每個單位任兩一天 我們每個人只要做我們平時的業務 就可以辦一個營隊 所以一加一大於二 那再來就是 今年我們博物館 這兩年我們博物館轉型就是 我們也是轉型 我們就是加了開發的新的議題 就是跟環境交易中心合作 共同辦理結束 就是海洋廢棄物的問題 我大概會再說明 再來我們 我們環境交易有哪些呢 最新的展示規劃這些 有時間不夠 這邊很快的 我們還有做一些有關環境交易 所以說我們會做發展智慧博物館 我們會做節能 我們的人氣急 和我們的燈光 都會做一些改善 那我們經過努力 我們有一些特殊微量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年都有得到 環境交易設施場所兵建的優益 然後我們環境交易的優益 然後我們環境的那個領得到集郵 可是這個不是說我們博物館很厲害 是台東很厲害 我們台東的夥伴 包括資本交易自然中心 跟那個永安社區 都有得過這樣的殊榮 所以我們只是 不要讓這個傳統斷掉 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我們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 我要講的是 我們大概會發展哪些特色 很快 第一個就是 我們特色就是史前文化 有關於文化保存 跟原住民的環境知識 這是我們很特別的一塊 一塊那個成果 那當然地方的連結 就是我們包括學校部落 跟做這個區域平台 就是我們博物館在做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是 博物館環境交易的特色 另外一個是跨越創新 這邊講的第一個是 我們的時間管的海洋連結 就包括跨越黑場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有做海洋廢棄物的一些教案 教材 然後再來一個特色 我們將友善平權的概念 融入環境交易之中 所謂友善平權就是說 大家想像 我們這個博物館是公共財 或公共的場域 可是有些人永遠都不會享受到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盡量讓 這樣的族群被受到煩惱 例如說 視障、聽障的人 他們如何來享受博物館 或者所謂的智障者 或者精神 怎麼去享受博物館 我們就做這樣 只是我們把這樣的精神 跟環境交易結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也試圖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做排灣族語的環境教育 那地族當代就是 也是一個方轉 我說前幾天才聽到一個演講跟我說 歐洲的博物館 已經都不叫博物館 叫論壇 歐洲的展示 已經不再用那個傳統的展示 用那個民族制的展示 但是它展示的主題都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在想 使前館的現代性是什麼呢 我們要面對新的現代潮流 我們要做一些調整跟回應 我這邊就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我們跟航空交易公益合作 做海洋廢棄物 我們跟從離島合作 就是要求請遊客多背公斤回來 那我們背浮球 或海岸的垃圾回來之後 我們就跟台東專科學校合作 做藝術創作和社群連結 最後的成果 把它放到那個桃園 桃園機場的一個展示櫃 要不出窗來做 那這也是我們的努力 另外一個秘書當代性就是 我也關心到地方創生 可能是我們博物館 可以翻轉的另外一塊 所以也是今天的 為什麼研討會 今天的工作坊會產生 就是我們也希望吸取 日本北海岸的經驗 他們如何做地方創生 所以才會有今天 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說 我們的環境教育 如果只是做場域 做所謂的設施場所的話 應該是不夠的 我們還想要更進一步 所以我們所謂的心願景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從史前的文化 看到現在 然後也能夠用這些知識 跟基礎邁向未來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希望有可能的話 如果法規的限制能夠突破的話 我們能夠把現在的史前館 是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我們希望它能夠升級成為 環境教育的機構 機構的意義是什麼 機構的意義是 就是我們能夠有更大的整合性 整體性 然後去發展我們想要的議題 那所謂的 為什麼我們會要這樣的反省呢 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都一直在關注 所謂的文化保存這件事 可是事實上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要有永續的環境 才有可能有永續的文化 所以所謂環境是一切東西的基底 所以為了要達成目標 我們博物館希望能夠秩序 就是說能夠朝向永不讓賣 我們也做一個永續的博物館 我們能夠持續的推動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邊結束 謝謝